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果你有选择权 你是宁愿这场变故依旧发生 还是希望它不曾出现 他给我的答案是 依然希望它发生 因为尽管那时候非常痛苦 但是他更喜欢现在有所成长的自己 人生中的痛苦无非就是生老病死 爱别离 求不得 愿赠慧 有些人会把痛苦当作生活中的灾难 宁愿深陷其中而无法自拔 但也有一些人 把痛苦视为一份包装丑陋的礼物 敢于借此获得新的生机 今天 竹子将和大家分享的是 真正让你变成熟的 是这两个字 2002年1月15日 全球重要媒体都竞相报道一则来自古巴的消息 一位名叫福恩特斯的老渔民秉逝 享年104岁 为什么一个渔民的离世会引起如此热烈的关注呢? 因为它正是老人与海主人公圣地亚哥的原型 1954年 海明威凭借这部小说斩获诺贝尔文学奖 一个简单的老渔夫的故事 却凝聚了他一生的人生哲学 世界是海 我们都是平凡的老人 唯有历经痛苦才能成长 正如书中所说 生活总是让我们遍体鳞伤 但到后来 那些受伤的地方一定会变成我们最强壮的地方 痛苦是人生的一部分 圣地亚哥是一个受过临寻的老渔夫 他每天出海打鱼 已经连续84天一无所获 于是 他成了小渔村里人尽皆知的倒霉蛋 起初40天 还有一个男孩跟随着他一起出海 但是后来 男孩的父母认为老渔夫再也交不到好运 安排男孩去了另一条船 年轻的渔夫常常对老渔夫冷嘲热讽 年老的渔夫则为他的处境感到难过 面对生活的困疚 同行的嘲笑 他忍得不理解 圣地亚哥毫不在意 他依然每天早上迎着第一缕阳光出海捕鱼 坚信自己一定会有所收获 最终 老人捕到了一条重量超过1500磅的大鱼 这不是靠运气 更不是偶然 老人凭借的是无数次在痛苦中获得的经验 和永不妥协的决心扛过了比他强大的对手 成年人的世界 每个人都会遇到烦恼和痛苦 正如毕书敏在心灵密码中所说 你不能要求拥有一个没有风暴的人生海洋 因为痛苦和磨难是人生的一部分 一个没有风暴的海洋 那不是海 是泥塘 扭的人面对痛苦容易沉眠其中而不可自拔 而真正的智者是像圣地亚哥一样坦然地接受 勇敢地超越 前段时间 51岁写诗农妇韩世梅火遍全网 她是一位来自河南的普通农妇 是封建包办婚姻的受害者 却被网友称为田园诗人 并登上联合国演讲 韩世梅的人生有两个转折点 第一是19岁那年 母亲因为三千元彩礼 把她嫁给了好吃懒做 喜好赌博的男人 第二个是她开始尝试写诗 和树生活在一起不止有多苦 和墙生活在一起不止有多累 三十年的痛苦与困顿 她通过诗歌创作来实现灵魂的自由 如今她准备再次鼓起勇气起诉离婚 去寻找自己想要的生活 韩世梅在诗句中写道 我已不再沉睡 海浪将我拥挤 显然她的内心已经愈发强大 命运总是不如人愿 但往往是在无数的痛苦中 在重重的矛盾和艰辛中 才使人成熟起来 挺过去就是绝处逢生 熬过去才有六暗花明 直面痛苦是救赎自己的开始 左转中云 一鼓作气载而衰散而结 想必大家都听过这句话 但很多人忽略了后一句 笔节我赢故克之 一鼓作气载而衰 三而结 是人性的特点 也是人性的弱点 难以坚持 而生活需要的是永不妥协 才能熬到笔节时我依然赢 连续八十四天没有捕到一条鱼的圣地亚哥 在第八十五天终于钓上了一条大马鱼鱼 但老人与大鱼之间力量悬殊 处于敌强我弱的状态 大鱼拖着钓钩在水中游走 老人则猛拉绳索与之较量 从中午到夜晚再到天亮 大鱼始终不愿妥协 老渔夫也越挫越勇 没有食物 没有武器 没有助手 后背因钓绳勒得疼痛至极 右手因紧拽钓绳伤痕累累 左手不停使唤得抽筋 但老人坚信 只要坚持到最后 一定能降服大鱼 最终太阳第三次升起时 大鱼总算被打败了 老人的捕鱼过程 不就是我们真实生活的写照吗 只有直面痛苦才能走出痛苦 最终迎来胜利的曙光 著名心理学家弗兰克尔 是二十世纪的一个奇迹 他在《活出生命的意义》这本书中 讲述了跟老人鱼海同样的事情 不是捕鱼 而是直面人生的痛苦 纳粹时期 作为犹太人 他全家被关进纳粹集中营 他的父母 妻子 哥哥 全都死于毒气室中 只有他和妹妹幸存 弗兰克尔不但超越了 这炼狱般的痛苦 更将自己的惨痛经历 与学术相结合 开创了异议疗法 弗兰克尔一生对生命 充满了极大的热情 67岁 仍开始学习驾驶飞机 并在几个月后领到驾照 一直到80岁 还登上了阿尔卑斯山 他和圣地亚哥一样 相信内心的力量 绝不干预失败 老渔夫可以被毁灭 但不能被打败 纳粹可以杀死弗兰克尔 但无法让他背弃道德良知 这种精神力量 让他们有足够的勇气 面对生命的痛苦 人生很痛苦的阶段 往往是自我救赎的好时机 穿越痛苦的方法 就是经历它 吸收它 探索它 每一次痛苦的经历 都会成为你前进的动力 所有让你痛苦的经历 都会成全你 王小波在对老人与海的解读中说 人类在与限度的斗争中成长 他们把飞船送上太空 他们也用简陋的渔具 在加勒比海捕捉巨大的马铃鱼 做这样不可思议的事情的人 都是英雄 而那些永远不肯 或不能跃出自己限度的人 是平庸的人 老人圣迪亚哥 就是一个真正的英雄 无论遇到什么困难 他永远是在战斗 以及想办法继续战斗 当他把杀死的马铃鱼 拴在船边准备返航时 血腥味也引来了一批 又一批鲨鱼的掠夺 老人拼命与之搏斗 直到精疲力尽 鲨鱼依旧围在他船边 只要砍掉钓锁 放走那只大鱼 他就不用再受苦 他就不用生吃没有调味的鱼肉 就可以把被钓锁割得血肉模糊的手 放到海水里浸泡 舒缓一下疼痛 但他依然坚持应战 知道他终于驶进小岗时 大鱼已经被啃咬的 只剩一副骨架 他没有因为丧失鱼肉而沮丧 也没有向别人炫耀自己三天三夜的战绩 而是像往常一样沉沉睡去 人生本该如此 即使拼尽权力依然一无所获 也能坦然接受 他挑战了自己 以不屈服的态度证明了自己 精神上是风盈而满足的 华尔街投资大神瑞达里欧 在原则一书中说 我会以一种截然不同的方式 体会痛苦的时刻 我不会感觉丧气或透不过气来 而是把痛苦视为大自然的提醒 告诉我有一些重要的东西 需要我去学习 人的生命似洪水在奔流 不遇着岛屿暗礁 难以激起美丽的浪花 当我们学会在痛苦中汲取力量 不断巩固自己的反脆弱能力 那么痛苦便会让我们更快成长 变得更强大 真正的智者从不逃避痛苦 而是在生命的历练中 活出淡定与从容 逃避痛苦只会越来越痛苦 学会面对痛苦 人生才会越走越顺 每年清华大学的新生 在收到录取通知书的同时 都会收到一本书 今年校长邱永院士 给新生的赠书正是老人于海 这部经典著作激励了一代又一代人 并且将继续传递下去 海明威通过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一个人可以被毁灭 但是不能够被打败 痛苦是人生的一部分 它考验着我们每一个人的品格和智慧 而只有经受住考验的人 才能够享受到 由痛苦转换而成的财富 纵有疾风起 人生不延弃 与朋友们共勉 好了 今天分享到这里 如果你也喜欢这篇文章 并且让你深有感触 希望你能分享给身边的人 让我们一起在阅读中 成为更好的自己 最后 在YouTube和Facebook上 都能找到深夜读书哦 竹子期待与你的互动 感谢你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